周一鸣 侯佩岑新剧《北京关机》 离开周杰伦后 侯佩岑被媒体冷落 是没有谈恋爱的人不能看我 由周一鸣和侯佩岑主演的电视剧《美味的童话》呢 终于在北京关机了 在长达十个月的拍摄过程当中呢 两位成了好朋友 所以呢在关机的现场互相接短的时候呢 也是毫不留情 越哭越丑 画面然后已经就美女的形象已经丢掉了 然后就变成戏里面那种 眼睛都肿了 然后鼻子都哄了 鼻涕 然后眼泪 脸上都黏黏的感觉 侯佩岑在剧中太过投入的哭泣 毁掉了自己在终于明星中 一直以来的美女形象 其实就连侯佩岑本人也认为 这次他在剧中的角色有点过于狼狈了 我自己看了以后 就说天哪 怎么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很梦幻 很漂亮 然后走 头发都会飞 为什么我灵里都是头皮露出来 然后刘海分开 也许是不甘心在媒体面前 被爆出自己哭泣演得很丑 侯佩岑稍后也对周玉民进行了一番挖苦 虽然周玉民为了这部戏 专门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法国料理 但侯佩岑还是觉得周玉民的厨艺不够好 你说他要做饭给我吃 我会不会有压力啊 我会还蛮有压力的 因为他做的菜其实还蛮油的 因为就是我们在系里面为了要漂亮 其实我们的菜 哇他你看他煎蛋 他这样一手这样翻起来 那个蛋是在空中这样转下来 可是其实是都还蛮油 那我都要负责试吃的工作 他就在旁边这样子很帅的看 所以咱家如果要做菜给我们吃 的话麻烦体谅一下女生 对对对 有手一点 有这个东西就要回想 聊完了关于美味的童话的话题 媒体的关注点立即转到了大载链上 日前有媒体爆出 比周玉民大五岁的大S 因为已经厌倦总是照顾别人 两人已经在日前正式分手 不过对于分手的传闻 周玉民却总是采取了打太极的态度来回应 嗨呀 不要问个感情 其实不用一直回到在我跟他身边 然后比如说我出来就问 问问关于他还有我之间的事情 然后S出来就问我们这件事情 其实多少啊都会有点对不起 就是我们这次来的 然后邀请我们来的主办单位 然后其实我们心里会觉得不好意思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可以明显看出 大家对于周玉民的关注程度 要远远高于侯佩岑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少了周姬伦的缘故 关于这一点侯佩岑自己也很清楚 你说是在问我的问题比一些 是不是没有谈恋爱的人不能问我问题 你很聪明吧你 没有 谢谢大家